中国从未停止对台湾的统战 那近来很多戒选的新闻也频频传出 那在这其中台湾退役现役军人 还有各行业的人士 遭中国吸收发展组织 出卖机密情报的案例 尤其令人担忧 但是在台湾现行的法律体系下 认定的标准很严格 判刑很轻 那酒驾跟贪污成为比叛国更严重的重罪 请问三位候选人 你认为这个跟我们目前在法律上 没有将中国视为具有敌意的国家是否有关 再来你是否主张加重反渗透法与叛国行为的行则 那又有什么实际上的对策 来守护国家的机密与安全 两岸和平 这是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 台湾治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有足够的防卫力量 也不能把整个国家的前途寄托在别人的善意 所以这种国家机密泄露的确是大问题 大概分三个问题来解决 第一这刑则实在太轻了 最近这几年我们这种军事泄密案平均判刑一年半 不过美国家是19年 我们是一年半 这哪一门子的法律 所以第一点一定要加重 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刑法 这一定要先有 第二点 内部管理还是要进步 我看看国防部 那个刺针飞弹的弹筒都会流到黑道 这表示这一夜之秋 表示说奇怪 你们这管理在管什么 目前中共对台湾的渗透 当然分几个层面 靠亲戚关系 朋友关系的 还有那个直接犯罪集团来勾引的 甚至还有网路的 这些其实都要有很好的内部管理 SOP 其实这个就是纪律 我也认为我们目前 整个国家纪律太差 特别是公务员跟军人 这是代表国家的干部 所以巡华一定要加重 公务员跟军人处罚要更加重